第三章 第五到第六节 底部所书 第三章 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教人知道 将如今 结合圣灵 即使他的圣士徒 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个外交人 在基督耶稣里 结合福音 可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能有其 这个奥秘 这是保罗一生为止 真变 他也是为了坚持 这一个真理 受到很多犹太信徒的迫害 这一个奥秘 我们说在过去 在旧约的时候 那是不能想象 外方人竟然可以 跟犹太人一样 但是在今天 我们倒过来了 我们觉得好像 外方人更主要 其实我们说 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 犹太人 外方人 我们都同样的 在这个旧恩里面 有份 有权 犹太人没有特权 而外方人 也不是现在 比犹太人更重要 好像这个基督教 成了外方人的宗教 今天 这一个旧恩 是临到所有的人 但是这个奥秘 现在已经解开 对我们来说 不再是奥秘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在保罗讲这个道理之前 连彼得 好多犹太的信徒和使徒 他们对这个问题 都有一定的保留 没有能够完全的理解 那么在旧约的时代 那更是一个奥秘 那不是旧约的先知 所能够真正理解 尽管有个别的一些预言 是讲到了 万国外邦 敬拜神的问题 但在他们看来 都是在以色列人的领导之下 所以以色列一直觉得 自己是列国自首 要让所有的国家都跟了他 借助他们 然后才能够来到什么眼前 但是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个奥秘 却是外邦人和犹太人 同盟应许 同坐后期 我们说 这是有同等的权利 那么像这些呢 给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圣经里面 除了这个奥秘 还有更多的奥秘 我们说 有些奥秘 有些奥秘 这写明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时候 如 外邦人 可以 和犹太人 同坐而言 像这个道理 在原先旧约的时候 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总觉得 这个神 耶和华神 是他们的神 这是他们的特别 任何人 要来敬拜 耶和华神 那 只有一个方法 先收个人 也就是说 先来做犹太人 这是犹太人的特别 当耶稣 初期 我们说教会 那些犹太人 还总是 把信耶稣 看出是 犹太人里面的事情 只是 那些 犹太人中间 有些人 他能够认识到 这位耶稣 是弥赛亚 那天他们看来 弥赛亚 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 犹太人的弥赛亚 但是 神的心意 这一位弥赛亚 却是万人的救助 并不是以色列人 是包括了犹太人 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 用西里尼人 就昨天我就跟大家讲 那个希腊 这个希腊人是 华蛇天主 把意思反而搞错了 并不是希腊人 是指当时 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 是所有当时 犹太人以外的 犹太人就把这些人都称作是 希腊人 那么这也是第五 这些奥秘显明有一定的时候 没到时候 你就不会知道 所以这也是神把事情隐藏的一个方法 另外还有第六 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26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26节 我们找到了 我们里头来一页 这奥秘就是 历史历代说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历史历代说隐藏的奥秘 就是这个福音 这福音的奥秘向谁显明了 圣徒 信他的人 圣徒显明 这个地方的圣徒 也就是制作 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原来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圣徒都是指着以色列信徒 但是在这个地方很明显 他保罗写这个书信给哥罗西的教会 那是一个外邦教会 在这个地方的圣徒 并不是指着以色列的信徒 而是指着所有信耶稣的人 今天这个福音的奥秘是向着我们信徒显明 但是向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 还没有显明 这些人他看了 而还是不能明白 这意思在这个地方 就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神的启示 由他显定的范围 今天我们讲神是自营的神 有些事情他像那些不信他的人 那是隐藏的 但是像他的儿女就显明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神的启示 有选定的范围 有选定的范围 那我们说这个是有几个 我们刚说我们这一处圣经 就是告诉我们关于福音 那就是对有些人来说 那是一个好意 但是对我们来说 那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内容 那是我们的福音 所以我们的神 他不但是自写的神 他还是自营的神 他为什么要把事情隐藏 那就是免得人狂妄自大 同时也是有他一定的范围 有他一定的时间 也有些事情是我们人无法知道 能力不及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置以为了不起 狂妄自大 什么都想知道 今天越是神 不让我们知道的 人越想知道 这个毛病可以说 跟我们的祖先亚当是完全一样 越是神不要他去吃的 他怎么样 偏就第一个去吃 其他的果子都还没吃了 可能 他就先去吃那一个 神越不要我们知道的 我们就怎么样 越要知道 知道了以后就怎么样 其实是一种狂妄自大 你看我就知道 有一次我听到 听到有一个强大人就讲 那个启示录里面有气雷 这个气雷不是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说怎么样 这气雷要怎么样 要封上 都已经给封上 那应该没什么人知道 但是那有人就 那天就说 那个气雷我找到 然后呢 我说他找到在哪里呢 他就是找到了 诗篇里面有一篇 盐和华 这个打雷 然后呢 就从那一篇诗篇 好像是29篇 他就 引出了 七点的道理 那这七点道理就说 那就是气雷的信息 他们说其实他这样 从那一篇诗篇里面 讲一篇信息 讲七点内容 来造就你就是没有 并不是不好 是很好 但他偏要讲 这就是气雷 为什么呢 表明你看 你们不知道 我怎么样 我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 就是要想研究 要想找出 耶稣什么时候来 就是你们不知道 你看 我知道 我知道耶稣 是什么时候来 在历来 我们都知道 教会中 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好些人 都说 耶稣哪年 哪月 哪日要来了 甚至于 我们都知道 在韩国 在好些国家 都有过这一类的事情 到了 说的那一天 很多人就穿了白的衣服 到山上去 等耶稣来 因为山上比较高一点 耶稣来的时候 就快一点 就见了 我们说 这样的 到最后呢 等此天都没有 我们说 这一些 耶稣都已经说了 我们无法知道 人偏要知道 其实在这里面 倒不是在于 知道不知道的问题 而是在于 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 到底我们在神面前 把自己看出来 是不是认为 我们自己 很了不起 常常人就是 看自己 过于所要看 这是我们 常常会失败的 一个地方 那么 这是 第二方面 我想我们 休息一下 第三点 第一点 神是 自贤的神 第二点 神是 自赢的神 第三点 我们的这位神 是 三二一的神 我们习惯讲 三位一体 但是有些 弟兄姊妹不喜欢 三位一体 他们说 三位一体 三位神 体呢 神是个灵 怎么能用起呢 所以呢 我很喜欢用这个名词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样 就大家没什么意见 是三又是一 神是三又是一 是独一的神 但确实里面有 父 子 圣灵 这样三位不同的一方 那么在我们中文圣经呢 确实有 神是一位 这个族是一位 圣灵也是一位 那么这不是三位吗 当然我们说 因为我们中文的 那个修设词啊 就有一位 对 一位先生啊 一只狗啊 那么 那个 一匹马啊 都有这样的一种修设词 那么有些文字里面呢 没有这种修设词的 那么我们说 总之我们这样的来认识 应该是不会错 神是三二一的神 为什么我们这么来说 首先我们要肯定 我们所信的神 是独一真神 神是独一真神 必然另外有一个神 可以跟他来比较 那他就不是自大 那么话一句话 也就是说 他就不是那个创造者 他就不是 他就可以说 他就不是神 今天我们要称为神的 他一定是如意的 我们要称为他是神的 他就一定是创造者 只能是这样一位 奴役的神 不可能有一二位 不可能有可以跟他相比 跟他平等 那是不可能 今天有些宗教 可以有很多神 我们说这些都是 只是我们说 你如果真的要去研究 要去看认识的话 到最后这里面矛盾满足 真正你要寻求真理的话 今天我们说 要么没有神 要有神 一定只能是 独一的一位神 这一位才是真正的神 其他的有称为神的 并不是真的神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独一的真神 首先第一方面 我们说神自宣告 这是神自己说的 那就不会错 以赛亚书 四十五章 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看神在这里 就会反反复复复 讲了四五次 在我以外没有变 只有 我是神 这是独一的神 这是 神自己的宣告 我想我们不需要解释 第二 我们来看 耶稣自己承认 耶稣自己承认 那是在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 耶稣自己承认 所以我们说 不但神自己借助以赛亚先知来宣告 而且也由我们的主耶稣来承认 像这些呢 我们说这些内容和经文呢 就准备记了以后 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异端的时候呢 我们会知道该怎么来回答 而且我们可以拿出圣经的依据 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异端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都有概念 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真的要叫你说 那么圣经的依据呢 我们说其实圣经的依据很简单的 要么你就不相信这些话 你要相信这些话 这里面是明明白白 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一起来念第17章第三节 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采来的变数基督 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今天我们说要得永生 一个最起码的基本要求 就是认识这是一位独一的真神 当然我们说 今天你相信有神 分得永生 就已经是可以得到永生 你必须相信 祂是独一的真神 在这独一真神 这一个名词的背后 就包括了好多内容 祂是我们的创造者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就是我们要相信 这一些所有的内容 相信福音 那么在这里耶稣 首先就说认识你什么独一的真神 所以这是耶稣自己承认 那么对我们来说 当然除非我们不相信耶稣 我们要相信耶稣 这是没有问题 那么在这第二方面呢 我们说就要看 我们说这位独一真神 是三而一的 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独一真神 是有三位 为什么我们说有三位 在圣经里面 有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啊 没有的 圣经里面有这个名词 那么这个名词只是 为了要把这个意思说清楚 是有些人 特别我们中文 这个在其他的文字里面 他们也是专门造一个字出来 因为在人间 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都知道什么内容 都是需要经过比较 但是我们的神是没有可比的 没有什么可以跟他比 所以你只能另外造出一个字来 那么我们中文也是造出了 这么一个字 这个名词就用三位一体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说是三位一体 不是二位还是四位呢 在圣经里面 很多地方很清楚 给我们看见 有这样的三位 他们都被称为神 都被称为神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处 那是在创世纪 我们从圣经的一开始 神在自称的时候 就有用多数 我们看创世纪 第一处 第二十六节 我们找到了空白念 神说 我们为了造造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 爱你的鱼 鸿鱿鱿鱿鱿 地上的身处和权力 因地上所踏的一切昆虫 神说 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神 在这个地方 这个神 一直在圣经里面 我们不需要多解释 他一直是用单数 这一个单数的神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他自称的时候 用什么 用我们 这不是我们能够理解 我已经说 这些 我们只能根据圣经里面的 这些内容 我们用信心来结束 我们承认这一位神 他是独一的神 因为他是单数 但是他在支撑的时候 他很特别 用我们 所以这一位神 又是多数人 但是一位神怎么会多数 这是人无法理解 我在说 那是神的事情 我们人无法理解 神 自称是 有多数的我们 神自称时 用多数的我们 是用我们的 第二 我们来看马太平一 二十八章 一十九节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一十九节 这也是大家 具体的 一切圣经 把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 你们也要许此万里 做我的本土 奉复只圣灵的名 给他们实行 奉复只圣灵的名 这个名是单纯的 在一个名里面 我们都知道 一个名 那就是代表一个人 代表一位 但是呢 在这里面呢 有复只圣灵 有这样的三位 那是说 神 独一的尊灵 包括 父子圣灵 包括父子圣灵 第三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第十三章 第十四节 哥林多后书 十三章 十四节 也就是最后的一句 我们一起来念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时代 圣灵的当中 常与你们 做人同在 对 在这里 我们说 给教会主 给教会主 祖父是从主耶稣 父神和圣灵而来 在这节圣经里 我们看见 给教会祖父的时候 是定律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祖父神和圣灵 从这样的三个方面得到祝福 这节圣经里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我们一同来念 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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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詞就表明那是一個有詩題的內容的東西 有冠詞 那個在英文裡面也是有冠詞 這個在原文裡面這三個時候提到的時候有冠詞 那麼中文這個冠詞翻譯不出來 那麼我們說中文就是把它用這個位來表示 其實這個也沒有錯 沒有翻譯錯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地方確實是講到有這樣的三位 所以講三位一體呢 可能說也就是從這裡來的 因為在這裡是三位 聖名是一位 主是一位 父神是一位 因為在父子聖靈的裡面 父神往往是作為神的一個代表出現 那麼我們說這也是明明是三位 而體呢其實在西班牙書第一章裡面有用過這個體字 因為它是神本體的真相 神竟然有一個本體 即使這個本體是零 至少有一個體 那麼我們說這三位一體呢 你要說也並不是說不通的 不過現在呢就是說 為了跟大家 每一個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夠接受 所以有的時候呢 我們就講三二一呢 大家沒意見 對不對 你要意見也提不出來 神是獨一的真神 但是呢 它確實是包括了父子和神 很清楚的這麼幾方面 這也是我們說 在這裡給我們看見有這樣的三位 第五點 哥林多前書 第八章 第六節 我們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第八章 第六節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萬物都陪於祂 我們也陪於祂 並有一位主 就是耶穌基督 萬物都是見得祂有的 我們也是見得祂有的 在這裡說 我們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所以我們說 在這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 祂是指的 並不是意思說 耶穌就不是神 在這裡 我們說 父 禪 直截 被稱為神 父 禪 直截 被稱為神 所以我們說 有一點是肯定的 耶穌所以也曾經承認說 父是怎麼樣 比我大 當然我們說 對這些 我再說 我們不要深入地去研究 我們只能把聖經裡面有的這些經文 祂怎麼說 我們怎麼接受 怎麼相信 你然後根據了這一點 你再去推想說 父是比耶穌大 那麼大到什麼地步 怎麼看大法 那麼既然祂是大了 那麼祂是大神 祂是二神 那我們說 你這樣想了 你就中了我為了 不要去想這些 就等於一隻狗 你餵牠吃就夠了 你叫牠不要多想 好好聽話 對不對啊 牠要多想思想 多想了 這個狗不是好狗 今天對我們來說 聽說實話 我已經說了 我也說不清楚 但是呢 我只敢說到聖經裡面有的這些話 我能夠說 父是比之大 因為耶穌自己是我 耶穌自己沒說 我也不敢說 對不對啊 那耶穌說過了 我能夠說 至於怎麼的大法 大在哪裡 耶穌沒解釋 我們也就不解釋 那麼這就是 父常常直接被稱為神 在這裡 神只有一位就是父 那麼是不是意思 子 就不是神呢 我們說 我們看聖經 我們不能光看一處地方 就不會太動命 算了 不錯